美容媒体抒压就业班 课程训练目标 随着经济所得的增加及生活水准的提升 人们在紧张繁忙的生活形态中 往往以休闲旅游、健身、按摩、养生等来放松身心 让身心恢复最佳状态 这些活动引发对相关的产品大量的需求 一时各类能让身心安逝、修气及强健的服务型产业随之产生 近年来,休闲及健康等相关产业的兴起 即是满足人们对高品质、身心保养修气的要求 无论是追求美丽或是减轻压力 人们对身体、容颜的重视 奠定美容塑身产业的基石 因为是美的行业,又是服务人的行业 从业人员与顾客的互动就变得格外重要 美容从业人员只要专业技能够成熟 是可以自我调整上班时间的 全职或兼职工作 可以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课程内容 皮肤学钙药与问题皮肤调理 皮肤构造组织说明 美肤概论 皮肤类型的介绍 化妆品 保养品的选择及保存方式 色彩学 认识色彩学 分辨冷、暖、黑、白、无色系等等 基本设计与基础化妆 基本制涂法 脸型各部位画法及注意事项 脸型与色彩的关系 眼影的应用 修眉技巧 彩妆设计与各式彩妆造型实物演练 经络穴位认识与美容养生 基本按摩技巧实作 十四经络解析 五行相生相克 美容推拿养生介绍 美容指压与经络按摩 基本按摩技巧实习 全身按摩实习 媒体技术 瘦身减肥按摩手技 手足塑身按摩手技 淋巴引流 足部放松护理 推拿手技 经络条理 与传统整副说明 企业参访观摩 参访店家 并解说正确服务客户流程 就业展望 从事美容行业 学会善待自己 工作的节奏会放慢 会更有时间好好打扮自己 不仅是工作上的需求 也让自己赏心悦目 美容行业的范围很大 相关的领域很多 可以从专业美容师 有兴趣进修的话 也可以担任化妆品公司 做技术指导员 或参与化妆品研究开发 若不排除业务工作的话 也可以到专柜 或其他通路 做产品销售 美容中心的美疗师 美体师 或是芳香治疗师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 如果你有事业企图心的话 也可以自行创业当老板 都有很大的助力 美容产业 可以从事的行业相当多 让您可以配合自己的生涯 而有不同的发展 所以工作不会因为 生命中的一些转折 而需要重大的变化 这样自由 专业 有远景的事业 将会是您可永续发展的 职业生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